我们上一个章节介绍过的 LED灯的亮与灭 那可是我们看过另外一种LED灯 是怎么样 类似呼吸灯 呼吸灯的时候 我们的LED 它就不是亮跟灭而已 而是有 光线它的值是有大小之差别 所以数位针角已经不够我们来使用 那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去使用 大家注意看一下 在我们的 DUNO的 板子上面 我们知道 0到 13 是数位针角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看一下3号角位 5号 6号 9号 10号 11号 旁边都有一个 像Tue in的一个符号 这是代表 这几个针角 在DUNO的设计上 你可以把它拿来 模拟成类比的 讯号值 这也为什么 我们在这边的 RGB的 这个 在RGB的 我们的IOBall里面 这个RGB的IOBall 它用的是什么 5 6 9 三个角位 5 6 9 就是 以防大家如果万一你真的要用到 像 做模拟类比输出的时候要使用 模拟类比输出 基本上 我们的硬体接法 是相同的 那只是在我们程式上面要做一点不同的改变 好 一样是这样接 黑色的线接在 Mylax DG上面 那我们这边的灯 一样是接法是一样黑色的接在GND 其他的宜序接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层次上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就不能再用输出了 你用输出的话 并不符合我们的需求 要改成PWM 好 PWM PWM就是所谓的数位模拟 类比信号输出 那这边的 就不能0跟1了 因为他有 数值不同 所以这边 他这记目叫 模拟类比输出 PWM 设定角位多少 5号 的值为多少 那最高是255 最少是多少 当然是0 当然是0 好我们来试试看 假设 我们只用这一个 5号模拟255 那他怎么样 就直接亮 蓝色的灯 直接亮蓝色的灯 那你再把它关掉 好 我们只 把0 接上去 他就熄掉 那假设我们 只有怎么样 10 输出只有10 你会看到他蓝色的灯 比较弱 高一点 20 又会更亮一点 他最高是255 所以你要做呼吸灯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你就建议你采用什么 我们直接用变数来做 可能会简单一点 我们简单设一个变数是A 我们直接把角位模拟输出成什么A 一开始的时候A是0 慢慢加 慢慢把A 去加多少 加10好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子就会怎么样 好就有呼吸灯的效果 当A超过 255的时候他又会回来 自动会回来 好如果你要再加一个判断式也是可以 好这就是呼吸灯如果我把 角位改成6号 你要看到 现在为什么是紫色 因为前面 蓝色 并没有去掉 来停掉 好这看得起来是纯红色 那这一个感应器 好这个LED灯的 感应器的话 这个 发光起 这个LED的元件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 来做光线的三元素的 教学 好红色 配上 什么色 假设 我 5号跟6号配在一起 他应该是什么色 会有点偏紫色 因为 蓝光跟红光 搭起来会是紫光 然后9号加进去会变白光 好三个原色的光 好这个就是 模拟类比输出 那如果我们换成 好假设我们换成这个 LED灯 他的作用也是相同 有呼吸灯的感觉 剩下是你要去 如何去界定哪一个 灯泡要让它亮 好那现在 中间 6号是黄色的灯 做亮 做动作 好这就是数位模拟类比 信号输出的一个 示范教学 接下来